欢迎收看2019年5月22日汉天卫视晚间新闻 我是赵紫彤 收集来看美国国内消息 由于川普总统拒绝众议院对其财务记录进行调查 更多民主党人站出来要求弹劾总统川普 然而议长南希·佩洛西至今未同意此事 他将在今天的特别会议中继续与议员讨论这一题 随着川普总统不断阻挠美国众议院对其财务记录的调查 有越来越多的民主党人加入到了要求弹劾川普的行列中 他们不断对民主党籍议长南希·佩洛西进行施压 希望他发起针对总统的弹劾 在5月20号的民主党内部会议上 佩洛西领导团队中至少有5人要求对川普发起弹劾调查 其中4人来自众议院司法委员会 就在前天 川普总统的前法律顾问刚刚拒绝了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传票 没有出席会议 日前川普总统试图阻挠钓对他过去税务的调查 然而当地时间20号 华盛顿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驳回了川普法律团队的诉讼 准许国会发出传票 要求川普的会计师事务所交出他的财务记录 川普表示他将继续上诉 来自田纳西州的众议员史蒂夫科恩言辞激烈地表示 川普总统目前的行为是在强奸整个国家 他还指责议长南希·佩洛西拒绝弹劾总统的原因 仅仅是害怕失去众议院的多数席位 而佩洛西则表示 他的决定无关政治立场 而是为了做出对美国人民最有利的选择 除非有对两党都是压倒性且不容质疑的事情发生 否则弹劾案会导致进一步的分裂 这对美国的形势更加不利 5月22号上午 佩洛西决定召开众议院民主党特别会议 以讨论川普弹劾问题以及其他话题 据了解 目前美国全国包括国会调查在内 共有29项不同调查与川普总统有关 对象包括他的事业竞选 宣誓就职 总统施政方针等等 汉天卫视高宁编译报道 宣布参选2020年美国总统的前副总统拜登 在上周六出席竞选活动时 批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是暴君 朝鲜官媒在当地时间周三22日进行了反击 称有关言论是严重的政治挑衅 斥责拜登丧失作为人类的基本素质 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日前来到费城造势 原本是在炮轰川普 但却扯上朝鲜领袖金正恩 据美国新闻周刊报道 拜登在费城出席竞选活动期间 向台下观众说 我们是否一个国家 拥戴像普京和金正恩般的独裁者和暴君 事后 北朝鲜官媒朝中社对此发表了一大篇社论回击拜登 朝中社形容拜登爱管闲事 狂妄自大 屡次对妇女出言不逊 又在竞选活动上肆意亵渎朝鲜领袖 扬言要她付出代价 文中批评她的发言 只是一名丧失人类基本素质的笨人所提出的诡辩 并重提她在大学时期抄袭别人文章 又指她在前总统奥巴马讲话时 在观众席睡觉而被外界嘲弄的事件 文章指拜登自夸自己是最受欢迎的总统候选人 令人哭笑不得 指她硬反思过去 在总统选举中两次被淘汰的原因 并且应该慎言 CNN记者就分析 这显示出北朝鲜对美国选情密切关注 他们很关注将来交手的是谁 如果民主党赢得2020大选的话 而拜登目前选情算是在前段班 这回民主党初选参选爆炸 但拜登目前民调有35%的支持率 排名第二的桑德斯还没她的一半 76岁的拜登曾当过36年的参议员 2008年他参加总统选举 但初选后实力退出 后来被奥巴马选为竞选伙伴 申选后在2009年担任副总统 这次卷土重来问鼎总统大卫 凭着丰富的政治资源和广泛人脉 拜登目前处于领先优势 而他现在最大的挑战 就是应该列出明确正刚 不然很难争取中间选民的支持 寒天卫视李中兴编译报道 印度尼西亚选举委员会 日前公布了总统选举的官方结果 卸任总统和挑战者之间的选票 相差10% 得知结果后反对派谴责政府欺诈 表示将向宪法法院提出申诉 而全国目前已经有超过100万人 走上街头进行抗议 印尼选举委员会今天宣布 总统选举的正式计票结果 总统佐科威以10.82%的领先得票率 击败对手普拉伯沃 印尼总统选举的计票 在当地时间20日深夜11点半完成 根据选举委员会统计 佐科威拿到约8503万票 得票率占55.41% 普拉伯沃拿到约6,844万选票 约44.59% 根据选举委员会统计 在印尼全国34个省中 佐科威赢的21个省 胜过对手的13个省 印尼总统选举在4月17日进行 依据当天的快速计票 佐科威以约9%至11%胜出 选举委员会经33天 不眠不休确认各个投票所的记录后 终于完成正式统计 与快速计票相当 选举委员会 原计在当地时间的法定期限 5月22日完成统计 但昨天深夜提早完成 这时投票率将近8成 有效票数约1亿5000万票 普拉伯沃上周表示 因选举舞弊 他不会接受正式计票结果 支持普拉伯沃的强硬派伊斯兰团体 伊斯兰防卫阵线 打算动员群众在当地时间 21及22日到中选会抗议 此外 印尼警方近日也表示 大约30名涉嫌恐怖分子 应打击选举委员会的计划而被捕 事实上 当地时间21日 从傍晚至晚间 应崩满总统选举计票结果 而在选举监督委员会抗议的群众 横手秩序 抗议和平结束 但之后有群众蓄意挑衅 印尼选后 街头动荡加剧 抗议群众与军警对峙 其间激动警察宿舍遭纵火 军警用催泪瓦斯驱离 对置近5个小时后 至当地时间今早9时 已造成6名民众死亡 200多人受伤 汉天卫视 李中心编译报道 图森未来今天宣布 与美国邮政USPS达成合作 为其提供无人驾驶运输服务 首先将在亚利桑那州 凤凰城邮政服务中心 和德克萨什州 达拉斯配送中心之间 超过1600公里的运输线路上 往返运输货物 图森未来在当地时间 5月21日宣布 与美国邮政USPS达成合作 为其提供无人驾驶运输服务 并在美国亚利桑那州 凤凰城邮政服务中心 和德克萨斯州 达拉斯配送中心之间 超过1600公里的运输线路上 往返运输货物 这条新运输路线 是图森未来首次 将其在美无人驾驶运输业务 扩展到亚利桑那州以外 在为美国邮政运输期间 图森未来的无人驾驶卡车 将每天运行22小时 跨越白天和夜晚 经过I10、I20和I30公路 穿越亚利桑那州 新墨西哥州和德克萨斯州 在运输服务期间 图森未来无人驾驶卡车 将在车上始终配备一名工程师 和一名安全员 以监控车辆性能 并确保公共运输的安全 图森未来联合创办人表示 在很多人可以乘坐无人驾驶 出租车之前 他们的邮件和包裹 已经可以通过无人驾驶卡车 进行运送 在这条特定的商业走廊上 为美国邮政执行运输服务 给我们提供了具体的商业模式 并帮助我们更好的验证自身系统 以加快技术开发 和无人驾驶的商业化落地进程 美国邮政拥有超过50万名员工 和超过23万台运输车辆 是美国最大的雇主之一 和世界上最庞大的民用车队运营商之一 在2018年 美国邮政传送了全球大约47%的邮件 在美国率先展开 商业化无人驾驶运输服务的同时 图森未来也继续努力 推动无人驾驶商业运营 在中国的落地与实现 汉天卫视领中心编译报道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并且 tea 步行 先吃